我们还是用刚刚的例子 刚才我们计算过 从3200名学生当中 随机抽到一名男生的概率 是用1610除以3200 结果大约是0.503 那如果我现在再额外补充一条信息 就是说我抽到的是一名高三的学生 那这个时候这是一名男生的概率 就发生了变化 我们可以直接用550 是高三男生的数量 去除以整个高三学生的数量 那这个是大概0.509 但是我们也可以按照条件概率的公式来计算 我首先去计算 我抽到的是一名高三学生的概率 是大概0.3375 然后我去计算A和B同时发生 就是我抽到的是一名高三男生的概率 就是用550除以3200 大概是0.1718 然后根据我们条件概率的计算公式 这一部分代表的是 我抽到的是一名高三学生的条件下 它是一名男生的概率 那它等于的是 两件事情同时发生的概率 去除以抽到高三学生发生的概率 那最后得到结果也是0.509 那这就是一个条件概率的一个概念和计算的方式了 条件概率也有对应的基本的性质 首先条件概率的曲直范围也是0到1之间 它的加发法则跟前面说的概率的加发法则形式也是一样的 也是B1或者B2发生的一个概率 等于它们各自发生的概率相加 然后再减去它们同时发生的概率 然后区别就在于我们这里的每一项都要在限定一个 事件A发生的一个前提条件 那对于乘法法则的话 形式也是一样的 AB同时发生的概率 等于B对A的一个条件概率 去乘以A发生的概率 那如果是多个事件的话 我们可以参照这个基本公式不断的拓展下去 比如说最后这两项相乘其实代表的是A1和A2共同发生的一个概率 然后再去往前乘是A1A2A3共同发生的概率 一直乘到前面 这些最后代表的是A1到A1N-1共同发生的概率 然后再去乘以一个AN对 它后面所有的事件的一个条件概率 最后就得出了一个所有事件同时发生的一个概率 是A2A3共同发生的概率